原标题,温在寅说,重庆的这个地方是韩国的精神所在。 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可以说,现代的韩国就是从这里出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 12月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的最后一天来到重庆,参观了这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 在参观过程中,文在寅向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韩国国父金九先生的半身像献花,并莫哀。 文在寅称,只有铭记历史,国家才有未来,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也是大韩民国的法统。 参观结束后,文在寅在旧址馆留言册上,用韩文提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精神所在。 崇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指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 文在寅是首位,在任期间来到重庆临时政府就指参观的韩国总统。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南京已驻到了重庆,重庆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 然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在重庆还有一个临时政府,而且还是韩国的临时政府,为时邀韩国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 这个临时政府又是怎样设在了重庆,借着文在寅访问的契机。 《环球时报》记者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临时政府就指,走进这段还不太为国人所知的历史。 和法国投降后的戴高恶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一样,韩国临时政府的背后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反抗与复国的故事。 在这段历史中,有三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开启了一段重要的创征进程。 三一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开始转向中国。 1910年8月22日,大韩帝国立是朝鲜王朝1896年,改国号卫韩,总理李万用与日本代表四内政议签订日韩并和条约。 韩国正式被日本通病,朝鲜办法成为日本国领土的一部分,韩国人民独立运动随之拉开帷幕。 1919年1月21日,朝鲜王朝末代皇帝高宗报亡,这成了加速独立运动的催化季。 3月1日,前来悼念高宗的韩国民众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园举行集会。 青年学生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几位独立宣言,展开示威和请愿运动。 此次运动是称三一运动。 从3月1日开始,运动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 形势也从最开始的和平请愿愈演愈烈,暴力冲突逐步加剧。 此次请愿运动最终被日本总督府强制镇压。 7000多名韩国民众在这场运动中被杀。 大批韩国爱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 此次独立请愿运动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它却开启了韩国爱国志士的海外复国历程。 韩国的独立运动的主战场开始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中国。 1919年4月,流亡的韩国志士在中国上海法租借宝昌陆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制定临时宪法。 由金九长期担任临时政府的主席,韩国临时政府进入了第一阶段的上海时期。 4.29次杀事件 临时政府在华稿暗杀救国。 金九出任主席后,为改变临时政府瓜居易于缺乏影响力的状况在暗杀救国。 思想的影响下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日本军政要员的暗杀行动,其中最成功造成影响最大的是4.29次杀事件。 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聚集了十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召开庆祝128对华松户战争胜利的庆功大会。 日本驻华大使崇光魁,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泽等高级将领出席大会进行过程中,一位名为颖奉级的韩国青年冲向主席台,将身上所藏炸弹奋力指出。 白川义泽汉日本驻虎流民团行政委员长何端真次被当场炸死。 崇光魁左腿被炸伤,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崇光魁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签署了日。 本无条件投降书,据说当他一拳一拐的潘帕密苏里号战列舰时,他的军方同事把他是作叛徒。 而军舰上的盟军人员则带着残酷的满意心态注视着他的狼狈乡。 4.29刺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连蒋介石都对此赞叹称连中国百万大军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一名朝鲜的年轻人做到了。 尹凤吉炸死日本高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始疯狂报复和打击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甚至悬赏60万元弃拿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韩国抗日人士。 从1932年5月至1940年8年间,临时政府不得不辗转中国各大城市并逐渐将根据地移至中国的西南。 这一时期被称为移动时期,抵达重庆开赴抗日战场与武军并肩作战。 1939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陆续辗转抵达重庆,在重庆入角安营,开启了最后一个阶段重庆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这一时期,在中国重庆政府的资助下,韩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正式创建政府性职军队光复军并开赴抗日战场,积极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对日本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光复军在中国多个省份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利用其通小日语的优势,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 随着日本宣布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完成了流亡抗日的使命。 1945年10月下旬,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离开重庆回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后裔,经久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至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 抗战八年来,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渔,拒帆借证实,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和于经济百度,尖炯之秋,开为何任。 韩国临时政府经过27年的在华抗争转转多的,在这个过程中正式建立了完备政治体系,为日后的国家建设勾勒出了总体框架,成为了现代韩国建国的法统支援。 周恩来在评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意义时说,韩国的复国运动同中国的救国运动是分不开的。 韩国志士参加中国抗战帮助中国救国,中国协助韩国早日复国,强调韩国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悠久关系。 这就是韩国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与上海、重庆等城市的一段并肩作战的历史渊源。 位于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就指,在送走了经久这位现代韩国国父的72年后,终于迎来了又一位现任的韩国总统。 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金金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韩国的国内政治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 文在迎赴重庆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指,意在强调韩国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悠久关系。 一位早年曾驻上海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外交官对《环球时报》记者称, 一般情况下,韩国总统访华时都会参观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指,但此次文在迎选择来重庆的临时政府就指参观。 背后还体现了韩国政府对重庆这个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和中国西部桥头堡的战略地位的重视。 日本东京新闻也关注到了文在迎造访重庆,称文在迎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采取严厉态度。 他访问重庆也是为了向国内外表明在与日本谈判时绝不妥协。 责任编辑张建立